关注何医生健康博客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那今天呢 跟大家好聊一聊泳泉穴 泳泉穴呢 一直以来自古至今呢 都是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药穴 非常重要的穴位 那么这个泳泉穴啊 我们今天就详细讲一讲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 大家认真去听 应该都会对这一个泳泉穴 有非常深的了解 同时对我们调理我们的身体呢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首先泳泉穴在哪里 它在我们的足底啊 脚底在上三分之一处 我们把整个脚底分成三分啊 在脚趾头的啊 那个上三分之一的一个啊地方 同时呢啊 中间画一条线 跟上三分之一画一条线 这个地方就是泳泉穴了 那这个泳泉穴呢 它是圣经的奇齿穴啊 足哨音圣经的第一个穴位 啊叫做井穴啊 叫井水一样啊 第一个穴位从井水那个地方冒出来 同时呢我们看一下泳泉啊 这个名字 大家就知道 它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啊 源源不断的涌出来啊 大家就知道 它对我们的这个圣经啊 对我们的一个圣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的圣有什么作用呢 啊 我们就会知道啊 这个泳泉穴对我们圣有很大帮助 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功效 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圣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圣呢可以说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也就是说一个人啊 体质是否强弱 是跟我们先天禀赋 有很大的关系的 啊 有些小朋友啊 一生下来就是体弱多病 啊 一生下来就有过敏体质 一生下来就经常会脾胃不好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先天禀赋 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呢 这个圣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对一个人的啊 生长发育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圣主这种生长发育 啊 就是因为圣为先天之本有关系的 那第二个呢 啊 圣是主生殖的 我们呢 这种男性的功能 啊 女性的一些 月经啊 啊 胎产啊 其实都跟这个 圣有很大的关系 像很多人会习惯性的流产 啊 为什么 圣不足 啊 他兜不住 啊 经常习惯性的流产 那么治疗的一个方法啊 一个根本 就是从圣去入手去治 所以呢 圣呢 它是主我们的一些 生殖功能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圣 它是主纳气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气的呼吸啊 啊 很多人都知道 它是跟我们的肺有关系的啊 肺主呼吸嘛 啊 但是呢 其实我们呼吸的一个功能 是否正常 跟我们的圣 也有很大关系啊 是因为圣主纳气 啊 很多人如果是圣虚的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喘的 气喘虚虚的 因为他呼吸啊 很表情 所以呢 我们呼吸的正常 除了跟肺有关 其实跟我们的圣主纳气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肾足水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啊 跟肾有很大的关系 以前何医生呢 就经常跟大家强调 其实皮呢 它是主义化水师的 那体我们的水师啊 它是靠皮去运化的 但是呢 有一个脏腑也很重要 叫做肾足水 肾跟我们的水液啊 代谢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 很多人出现这种下肢的水肿啊 颜面的水肿啊 其实都跟这个肾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肾阳虚以后 整个人都是浮肿的啊 甚至舌胎都是很胖大啊 舌胎胎白很胖大 齿痕很明显的啊 整个人很浮肿啊 早上起来都会脸面都会浮肿的 那这种跟肾足水有很大关系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肾呢 它是煮蜂藏的啊 肾足疯藏 也就是说 我们啊 这种很多好的东西啊 有用的东西啊 它是靠肾在那里疯藏 把它藏起来 把它收回来的 肾足疯藏的这个功能下降 那么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啊 就会往外跑 比如蛋白料 比如说一斤早现 比如说啊 女性白带特别的多 或者说有一部分人啊 小便特别多 大便特别多 大便又像水一样 或者说很软很烂啊 拉肚子 常年拉肚子 那其实呢 这些都是跟肾足疯藏的功能啊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肾里面 它既有肾阴也有肾阳 这个肾阴肾阳呢 可以说是人体的原因 圆阳 这个圆呢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关键的啊 也是最一刚开始就有的 所以呢 这个圆一圆阳 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日久即盛 病久啊 就会伤及到这个盛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有些人 他是肺阴虚的 脾阴虚的 后面慢慢的慢慢的 就导致了这个盛阴虚 有些人脾阳虚啊 新阳虚的 慢慢的慢慢的 就导致盛阳虚 影响到我们最根本啊 最重要的 这个原阴 原阳 有些人本身 先天禀夫就不足啊 本身这个原阳就不足 那很多人呢 就是经常会伴随着 脾阳虚 新阳虚等等 很多人 原阴就不足啊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肝阴虚啊 肺阴虚的表现 所以这个原阴 原阳 在肾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 哦 原来肾 它这些功能 对我们的健康 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圣经的第一个穴 涌泉穴 它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因为它像一个泉水一样 源源不断的涌出来 来去让这个圣经啊 流通 让这个圣的功能发挥正常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涌泉穴啊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啊 我们一个一个去讲 啊 第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 源源不断的泉水啊 它能够补圣音 啊 这个永泉穴能够补圣音 刚刚讲 圣里面的这个原因 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说是最关键 最根本的 会影响到其他丈夫 那么这一个啊 永泉穴呢 就能够把这个圣音把它补足 那如果是圣音虚最常见的一些是什么表现呢 啊 比如说啊 手心发热 脚心发热 胸口啊 心脏这个区域会很繁热 会潮热 那这种就是典型的音虚的表现 那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晚上睡着以后会出汗 醒来之后才发现 后自己出了这么多汗啊 醒来以后又就不出了 那这种就是在你睡着以后偷偷的去出汗 这个叫倒汗 就好像一个强盗一样 在晚上的时候出来 叫倒汗 那么有些人呢 还会出现这种舌很红 胎一点都没有的 或者胎很少的 那这种也是典型的音虚的舌相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 哦 如果是有这种口 这种口干呢 五心繁热啊 蛇孔少胎啊 卖西术啊 那这种情况下 就考虑音虚 这个时候用全血就比较好用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 用全血的一个作用 刚刚讲 他能够把这个肾音不足 那如果是肾音不足的时候 他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羊抗的 那音跟羊呢 他是相互制约的 如果是音不足了 他就会羊就会抗 如果是羊不足了 啊 音就会太多 所以这个音虚的时候 音虚了 羊就抗了 那这个时候 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出现头晕啊 头痛啊 等到上面的一些症状啊 或者说啊 出现这种其他的 比如比较容易烦躁 那这种就是音虚 羊抗 所以呢 如果出现头痛啊 头晕啊 用泳泉血 也是比较好的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音虚之后呢 容易出现这种活很旺 这一个跟刚刚讲的音虚 羊抗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音虚了之后 这种羊抗啊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羊热太多了 热太多了 叫做音虚火旺 那种音虚火旺 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喉咙痛 喉咙干 嘴巴干 或者说整个人非常的烦躁 甚至刚刚讲的五星烦热 这里的烦热潮热非常的明显 甚至一个人情绪都会比较烦躁 比较暴躁 很多人晚上的时候都根本睡不着 辗转反侧 整个人很烦躁 那这种就是音虚阳抗 音虚火旺的一个表现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刚刚讲的 肾 它有个纳气的功能 那如果肾住纳气的功能下降 整个人很容易气喘吁吁 整个人呼吸都会不顺畅 这个时候很经常都是一种肺的一个层面的表现 气喘吁吁 或气喘气醋 那这个时候用这个泳泉穴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我们再总结一下 它泳泉穴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个它能够补圣音 那这种五星烦热啊 潮热啊 倒汗呢 舌红胎少卖系数啊 这些阴虚表现的时候 这个泳泉穴就比较好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阴虚养抗 出现这种头晕啊 头痛啊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 第三个阴虚火旺 出现这种口干啊 喉咙干啊 喉咙痛啊 失眠啊 烦躁啊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用 第四个就是肾住纳气方面 一个人气喘吁吁 经常气醋 泳泉穴也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呢 很多人说我们要封住我们的涌泉穴 那这个封住涌泉穴这个提法呢 啊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严谨 因为本身这个涌泉穴刚刚讲 它就像泉水一样 源源不断的涌出来 所以呢 我们要激发这个涌泉穴啊 让它这个泉水源源不断的涌出来 不断的去滋这个圣音 不断的去缓解这个圣音虚啊 圣虚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封住涌泉穴呢 啊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一个是激发它 让它出来 第二个就是让它发挥这个圣的疯藏功能 啊 它涌出来之后啊 让它去啊 滋补这个声音 而不是啊 泻掉 而不是流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封住涌泉穴 就是把它激发出来之后 让它源源不断的泉水 让它正常的流动啊 同时呢 发挥这个圣的疯藏的功能啊 所以也可以这么去提 叫做封住涌泉穴 那么这个涌泉穴 我们平时怎么去保健它呢 啊 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用手指啊 去搓揉搓揉这一个穴位 右手呢 我们可以用右手的拇指 去搓揉这一个穴位啊 这样子揉也可以 这样子去搓也可以 把它搓到发热 那这个时候效果就会比较好 我们用我们的左手呢 去搓揉我们右脚的一个涌泉穴 或者说去揉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做爱揪 那么这个爱揪呢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回旋揪的方法 也可以用这种确拙揪啊 靠近一点 又远离 靠近一点 又远离 靠近一点 又远离 这种好像小鸟一样啊 雀拙揪啊 这个就叫雀拙揪 像小鸟啊 十米的这种姿势一样 小鸡十米的这种姿势 去这种做这种爱揪 那么刚刚讲的一个是搓揉 一个是爱揪 都能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那么爱揪呢 就建议大家在一个一天当中的上午做 会相对好一点 不要在晚上做 如果晚上做呢 如果是太热了 反而会让人更加烦躁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关注黑生 健康夸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